1990年,吴亦凡诸身在广州市被誉为花城的魅力城市,而吴亦凡的一身便和魅力有不解之缘。 2012年,作为EXO正式成员出道,一出道靠着辛俊绝伦的外表,以及韩国公司为他打造的蠢萌,不自知的席感人设,使他圈粉无数。 仅仅一年,EXOM组合就获得了最受欢迎组合。作为队长的吴亦凡,迎来他的高光时刻,这一年他才22岁,风华正末的年龄,和大有可为的星途,狂乱一波粉丝后,吴亦凡自持有粉丝支持,便想跟自己的老东家SM娱乐公司分道扬镳,免受压榨。 最终他用了一个很不道德的手段,在演唱会举办的前一周,突然甩手走人,说自己不上台了。 这意味着辛苦排练的节目,只能换人重新排练,或者直接抬死腹中。 同为EXO成员的皇子涛吐槽道,野心会伴随许多人,但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善于运用,练习练得满头淡汗,却突然发现有一个人不会再想回来的消息, 演唱会又要11个人重新开始准备了,好累。 同SM公司解约后,靠着一张脸,吴亦凡在中国娱乐圈混得风声水起,归国不久,就由影视公司找上了他。 他接拍了由徐静雷指导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徐静雷看中吴亦凡的票房号召力,吴亦凡看中《重回国后》的第一部作品,双方各怀心思走到了一起。 尽管吴亦凡和徐大财女在电影中的演技一言难尽,尽管电影上映后的评分只有区区4.9分,尽管这是毫无疑问的一部烂片,这些尽管都不重要,吴亦凡必须要打赢这一仗。 在2014年,他一口气又接了三部电影《下游乔木》《雅望天堂》《至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老炮,除了老炮凭借着管火的剧本,冯库子的演技不能归到烂片之列,另外两部都是打观众智商的脸拍成这样还敢拿出来卖钱,事事不可预料,就是这么烂,他还能卖钱,而且卖的不少钱。 顶级流量的光环从此套在了吴亦凡的头上,连徐克、周鲜驰这样的圈内顶级导演都要找他合作,流量除了给他带来影视方面的资源,一众知名品牌也盯上了他,圈内的良品铺子、小米、康师傅、国外的路易斯威登、伯利亚、欧莱亚都把他视为掌上明珠,一个个争相抢着请他代言。 2017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显示,当年吴亦凡的年收数达到1.5亿元,排在榜单第10位,2020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吴亦凡排榜单的第8位,由此可见吴亦凡被传数亿身价所言非虚。 今年6月2日,微博出现一条有关吴亦凡冷暴力的博文,当时并没有人对其太过关注,认为无非是为了博人眼球而已,但是到了7月8日,随着都美竹三篇博文的爆料,一些让人难以容忍的黑料被爆出。 名为选角,实为选妃,号称正常交往实则,灌酒性侵,一切开始变得不同寻常,吃狂群众也都明白这里有瓜可吃。 众多网友开始围观吴亦凡事件,随着事件发酵,吴亦凡的母亲慌了,他不能看着自己亲出一生心血的儿子倒在舆论的狂潮中,他想拯救他,而这场拯救之旅却把他推向更深渊。 一位江湖骗子刘某钊,冒用都美竹身份找上吴亦凡的母亲,说自己愿意平息此事,只要他肯给钱。 就此心气的吴亦,哪顾得上私钱顾后,二话不说就分两次给都美竹转账50万。 骗子继续行献,他转换角色,冒充吴亦凡律师找上都美竹,让他签订和解协议,否则退还钱款。 于是,刘某钊成功从都美竹这里获得了18万转账。 事情到这里,吴亦凡损失的吴非几十万钱而已,对于随便一个代言就几百万收住的吴亦凡来说,这都不是事儿。 可好巧不巧,吴亦咽不下这口气,主动向公安局报警,称都美竹敲诈勒索,潘多拉盒子就此打开。 警方的借助抓住的不仅是骗子刘某钊,更是吴亦凡为非作恶的罪证。 7月31日,北京警方通报针对网络举报的吴亦凡多次诱骗年轻女性发生性关系有关情况, 经警方调查,吴某凡因涉嫌强奸,目前已被朝阳公安局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侦办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无疑经此一事,他娱乐圈生涯就此终结,顶级流量的头衔与他再无瓜葛, 伴随他可能是狱中的漫漫长夜和法治栏目的现身说法,那么谁杀死了他呢? 这样一位圈内无可辟敌的当红艺人,如果没有都美竹的爆料, 吴亦凡应该还在肆无忌惮地伸出他的围猎之手,将一位花季少女收入郎中。 但是都美竹的一系列爆料却让外界流言满飞天, 虽然吴亦凡早有加拉大炮王,加拉大电脉的称号,而这次的爆料,吸毒,性侵未成年, 哪一项不是赫然刑罚在列,无毒有偶? 都美竹的爆料遇上了网络携手的推波助人, 骗子刘某超的阴差阳错,这才让吴亦凡深陷舆论。 网上不少吴亦凡的死忠粉,把都美竹骂得狗血喷头, 骂他臭不要脸,得了便宜还卖乖, 骂他得寸进尺,贪心不足,舌吞象。 更有甚说,吴亦凡睡你是给你脸, 就病吴亦凡那张帅气的脸庞,别说高中生, 就是初中生他也配睡,种种言论让人三观尽悔。 确实,都美竹并非人间圣女, 他爆料吴亦凡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因为在被吴亦凡得手后,吴亦凡给了他不少承诺, 单一让他作为自己的女朋友, 同意给他介绍圈内资源帮他出道, 一套套话言巧语下来, 把都美竹迷得天花乱坠, 所以并没有急着去举报吴亦凡, 他明白这可能是自己出道的契机, 在你身上有金钱的影子时, 资本会把你捧成明珠, 当你黯然神销再无利文价值时, 资本会片刻不耽误你,将你远远抛开。 2016年,小杰娜揭开事件爆发时, 吴亦凡尚且赤手可舍, 资本可以从他这里获得利润, 加上事情影响力并不大, 一众大佬为其站台, 陈农舔着脸说, 男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 这一阵子绯闻就消失了, 张国立也睁着眼睛说瞎话, 薇凡小老弟干干净净的, 不知道这里的干净从何而来, 而冯小刚更是后颜露骨地表示, 亦凡小兄弟,我非常喜欢你, 确实,他们的喜欢上吴亦凡进了监狱, 如果说资本的抛弃失落井下石, 那么粉丝的无脑追星则是火上浇油, 事情要是没有经过粉丝的火力加持, 可能还不至于成为轰动全国的舆论热潮, 那那些无脑粉丝呢, 大骂杜美逐步说, 在官方明确公布通报后, 联合起来喊话官方, 不放吴亦凡就轻率众粉丝集体移民加拿大, 甚至还有说的是要去劫狱, 解救吴亦凡, 而处理吴亦凡, 与理与法与公众情绪都合适, 自作孽不可活。 央视的评论说得非常清楚, 顶流的坠落, 给那些一红就变脸的大小碗门, 敲响了警钟, 意思很简单, 国家不需要这种索备的顶流, 国家早有决心, 而吴亦凡好小不巧又自己撞在了枪口上, 他不进监狱, 谁进监狱。 8月16日, 随着一则吴亦凡涉嫌强奸罪被批捕的快讯出现, 吴亦凡被批捕已成定局, 脑狱安日游逃无可逃。 行骗律师说, 刑期至少五年起, 办官经手将他送进监狱的都美竹, 偷偷点赞了这则快讯之后, 所有关于服役亦凡的内容亦被通视清空, 时代已经无法容忍, 顶流的明目张胆和粉丝的匪夷所思, 这不是对吴亦凡一个人的事儿, 这是对娱乐圈污浊的潜规则的一次沉重打击, 它必然会变成行业标志性事件, 甚至于时代标志性事件, 过去用钱摆平的事儿, 以后分分钟成为刑事案件。 一些明星艺人临多想想如何亦得双心了。